大家好,我是元宝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香港的情杀案件 本来受害者在当时是一名龙虎巫师 这个职业小伙伴或许都会有所耳闻 这群人在香港电影黄金时期也称得上是中间力量 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致命无打演员 而且在大家的眼中,从事此行业的人性格都会是那种杠猎啊 直接啊,或者说胆子比较大的 只有这样的性格才可能完成那一些危险的提神动作 或者说是动作打戏 本来的受害者虽是一名龙虎巫师 但他却是踏踏实实的吃软饭,避凉为差 称得上是人渣,最终也招来了杀神之祸 话不多说,开路本起案件,龙虎巫师 1970年的6月18日 一名男子被发现,陈氏在香港尖沙嘴一个住宅单位内 警方接到报案,到达了现场 其中一名警员看了尸体一眼后便说道 哎,龟贡德怎么被人杀死了,而且死得这么惨 这个龟贡德呢,原名叫做梁德才 当时35岁 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也是一名警员 离开了警觉后,在邵氏及国泰两大电影公司 诞任龙虎巫师 他的父亲呢,是一名退休警员 所以他们家与尖沙嘴这边的警员呢,都颇为熟悉 所以报案的警员,一下子就认出了他 虽然这个梁德才,出生在警员家庭 但是这个人的品行,平时大家都不怎么喜欢 前面我们提到龟贡德这个外号呢 明显带有讽刺的一位 原来呢,梁德才,张着自己老子呢 在警阶比较有牌面,就为非作战 加入警察队伍以后,也是贪赞忘法 大肆的老前,认识了不少黑社会的成员 串统一戏 最后自己索性辞职了,就与黑社会成员一起私混 最后干脆利用黑白两道的关系 控制一些女人卖淫,为自己赚钱 所以呢,就有了个归功德的外号 后来做了龙虎无事 但是依旧没有端了辣皮条的绳 虽然此人名声不好 但是目前呢,已经成为了受害者 案子还是要查的 警方根据梁德才平时的行为 再加上梁德才的死状凄惨 认为这起案件仇刹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尸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死者身上有很多严重的伤口 集中在胸部与下体部位 伤口呢,均由三脚措造成 弹斗肺致命上 这些伤口都是死者活着的时候造成的 有点折磨他的意思 凶手做完这些后 才对死者进行最后一击 就是头部 死者的头盖骨疑似被铁锤祭碎 还有一点就是呢 死者的下体部位遭到袭击最多 有点故意为止的意思 警方现实找来了报案人阿强了解了情况 此人也是一名龙虎无事 当时他也是住在案发的单元楼里面 他说道 梁特财的妻子冯亚兰 上午11点左右 找到我和我老婆去喝茶 当时呢 我想叫梁特财一起的 但是冯亚兰却说 他在睡觉 不要打扰他了 到达茶楼以后 冯亚兰齐声说道 我去前台打个电话 给我一个朋友 过了一会儿 冯亚兰出去了一下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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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金方说了 当时梁特财欠债 人家来吹手 对方来头不小 梁特财也不敢抵赖 就对冯亚兰说道 要么去接客 要么去卖儿子 办法你自己想 但是必须帮我把钱还了 如果不能还 就把你卖到妓院抵债 万般无奈指下 冯亚兰便自己找人接客 当时他觉得 这也比到 妓院那种环境里 好一点 女人也表示 自己非常痛恨他 也曾自杀过三次 但都被救了回来 女人也很希望 自己能牵手杀了他 但是这起案件 他一直坚诚 确实与他无关 女人还把自己的 不在场证明说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 提到的阿强 没有证据 警察也只能放掉女人的 但是负责正办 此案的警长 还是觉得这个冯亚兰最可疑 便吩咐手下的人 带上录音机 照相机 跟踪冯亚兰 方便调查取证 这一遍 冯亚兰离开了警局 到了一家餐厅 在前台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不大一会儿 一个年轻的男子 快步的走来 在冯亚兰身边坐下 警员立即在旁边的位置坐下 并且打开了录音机 进行录影 另外一个警员 在不远处进行拍照 这一遍呢 冯亚兰一见到男子便说 小强啊 你果然厉害 你手脚干净 警方虽然怀疑我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 也只能相信我 这遍男人拉起了女人的手 说道 蓝姐 等着这风声过去 我立马娶你 这一遍跟着警员 听到这个消息 也不敢多做耽搁 马上跑回警局 将事情说明 随后警员出动 来到了餐厅 把刚刚找出餐厅的二人呢 带了回来 原来小强 全名叫做赵伟强 当时17岁 而且他还跟梁乐财 沾亲戴故的 是梁的表辞着 这个人面对警员的讯问 失口否认自己杀人了 还说警方是抓踢死鬼 警员见状拿出了一串钥匙 这是在赵伟强身上受到的 是梁乐财家里的钥匙 警员问道 这个怎么会出现在你的身上呢 赵伟强则说 这是梁乐财给我的 方便我去他家里住 警员又说道 他不会把他老婆 手势箱子钥匙都给你了吧 这个时候赵伟强突然激动说道 这一切跟兰姐无关 警员也马上大声的呵斥 于他无关 他的手势箱钥匙 怎么会在你手里呢 再说没事你晃什么呢 赵伟强尖撞说道 确实于他无关 只要你们不牵扯到他 我愿意招供 接着赵伟强向警方说出了案情 他说他一直看不上梁德财这个人 但是兰姐他很有好感 他非常的温柔 小强也是直言不讳 他说道是兰姐让他成为男人的 让他感受到了成熟女人的美 但是小强总看到兰姐身上有上痕 那都是梁德财照常的 这让小强非常的愤怒 他认为兰姐是他的女人 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在案发前的一个月 两个人赤裸相拥 女人说道呢 如果我的男人像你这么对我的话 那该多好 血气方向的小伙子听到这话 成就感 男人年轻的那种淡纯立马涌现 立马说道 兰姐我就是你的男人 你也是我的女人 终有一天我要为你报仇 兰姐呢笑嘻嘻的说道 好呀你对我真好 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的 小强说道 你嫁给我吧 然后案发的当天 冯亚兰给赵伟强打去了电话 希望赵伟强想办法 弄一万块钱给他 这在当时的香港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小强急忙的问道 怎么拦截 这是女人哭着说 如果我不绑人的财还债的话 我就会被他卖到妓院去 其实说到这里呢 警员也都明白了 这个冯亚兰当时呢 也是骗了这个小强 其实冯亚兰一直在剑职 杰克 这个事情前面我们也提过 根据资料也发现 其实这个债 当时冯亚兰已经帮梁德财还了 但是他依旧没有停止杰克 当时这个冯亚兰呢 是做这个赚钱 养着梁德财的 当天冯亚兰到了茶楼的那桶电话 就是打给赵伟强的 警方也向小强说了这一些情况 但是小强啊 不为所动 坚承自己是志愿的 不是兰姐指使的 他接完电话后就非常气愤 问了兰姐的位置 赶到了之前我们说的茶楼 问冯亚兰要了钥匙 小强还说 兰姐当时说的 不要做冲动的事情 小强拿着钥匙 打开了房门 看到梁德财在床上睡觉 看他那副嘴脸 他非常的生气 上去一脚就提醒了他 见梁德财醒来 小强大声的呵斥道 你是震的垃圾呀 你不要欺人太深 你要是敢把兰姐 卖到妓院去 我就杀了你 梁德财回道 她是我的女人 我想怎样就怎样 这句话惹着小强上头 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借着梁德财拿出一把三脚错 刺了过来 小强开始闪躲 借着随手操了一把铁锤 砸向了梁德财 而后梁倒在床上 借着小强拿起了三脚错 刺向了梁的胸口与下体 小强刺向下体的意图是泄愤 他觉得就是他这个器官 坑害了很多女孩 还有兰姐 做完这一节后 小强把现场犯了一通 伪装成抢劫杀人的样子 临走的时候还将房门敲烂 说到这里啊 小强的回答已经把这个冯亚兰摘干净了 冯亚兰那边也声称 没有教授小强去杀人 也没有菜与杀人 警方这一边也确实没有其他的证据 最后冯亚兰被释放了 不久呢 小强便接受了审判 但是上了法庭的小强 承认自己是误杀 但绝不承认是谋杀 他的辩护律师也多次的在法庭上说到 死者是一名黑社会成员 平时劣迹斑斑 避梁为畅 是死者逼迫冯亚兰卖淫 小强来理论 没有想到遭到了攻击 从而措手误杀 最后法院接纳了这个辩护的理由 于1970年10月9日 法官宣判 被告年纪伤情 不一如狱 判入教导所 为期七个月之三年 说到这里 案件的基本案情介绍完毕 小伙伴可能觉得此案不简单 总有一些地方说不通 前面的案情中 我们也提到了几个点 女人找到邻居阿强夫妻 去茶楼喝茶 并且不让阿强去叫梁德财 这是不是故意的 想要把梁德财留在这里呢 而且还给自己制造了 不在场的证明 接着来到茶楼的女人 给小强拨打了电话 内容是什么呢 真的是我要被卖掉吗 还是只是说 这是一个通知的电话 接着第一次 冯亚兰被释放后 见到了小强 两个人的对话 很明显更像是交流 而不是那种一方 完全听从于另一方的那种谈话 比如说啊 小强啊 怎么办啊 警方找到我了 或者说蓝姐啊 怎么样啊 警察又没有问你一些什么呀 但是这两个人对话啊 更显得平稳一些 有点像两个人 早就知道梁德财会死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就涉及预谋杀人了 借着小强被捕后 面对警员的审问 看似晃不折路 其实他的回答 是非常理智的 他在被审问期间 就开始强调 是梁德财拿着三脚错 去攻击他 他为了自保 才用了铁锤 可是别忘了啊 这个梁德财 可是一个龙虎无事 能住得了龙虎无事的人 最起码供服啊 能达到五个键盘下 所以袁某个人更倾向于 小强亲母后 直接用三脚错 捅了梁德财 然后法医也说过 头部的致命上 是完成前面的那些筒刺 最后的致命一击 才是头部 这明显与小强的 供述是相反的 还有冯亚兰 对自己的躁欲描述啊 确实梁德财 有避梁为畅的 这个行为 但是他可不是 只有冯亚兰 这么一个女人 他脅迫很多 妇女卖淫呢 为他赚钱 所以原本觉得 案情中提到的 作案细节呢 都是经过 他们两个人思考的 连如何脱罪 都想过了 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 剑板侠跳出来说 啊 你都能想到 人家警察法院 想不到吗 你是低估 人家的至上吗 你这就是胡扯瞎变 其实啊 关于本案最高明的 就是脱罪的环节 冯亚兰脱罪啊 是小强硬扛下来的 然后当时小强 可只有17岁 而且那是1970年 港映时期的法律 可是不保护 社会底层的 何况这种人渣呢 原本曾经也受过 很多港映时期的案件 也有很多 研究案件的人员发现啊 那个时候的香港 如果是社会底层的人 发生病案了 很多都是不了了之的 比方说妓女啊 黑棒成员啊 流浪智商人士等等 而且那个时候 百姓发生了一些什么 强奸抢劫殴打 这些案件呢 都不太愿意报警的 因为是真的没用 而且被小强辩误的律师 也在法庭上强调 梁德财的人品 与社会背景 所以说 也就是梁德财的老子 曾经是一个警察 能给你找一个凶手 交代一下 就算不错了 太过于费脑子的情况呢 他们是不会太渗入调查的 说到这里呢 这就是一起香港的典型 减轻人民案件 其实本案的涉事人呢 都挺垃圾的 好了 说了这么严肃的案件呢 接下来又到了放松的时刻了 原本要整活了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老伙计 平日里陪你大战四方引号 突然说没就没了 死的时候还失手奋力 惨不忍怒 等你意识到 已经永远失去他的时候 才想出声说点什么 可是为时已晚了 若个年后 剩下的只有老旧照片里 你俩的合影 它就是你每天兢兢业业的牙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随便走进一个珍贵点的牙科诊所 都是爆满的 有检查的 有做根管治疗的 还有一些面目正明的 不用问 肯定是迫不得已 只能拔牙的 这牙齿啊 基本上都是土埋半截的 才得到一次次的管住 那怎么来得及呢 你的牙齿这辈子啊 是拔一颗少一颗 中的牙再好 也不是原来那一个的 更何况 拔牙中牙那个阵仗 那个血性啊 晚事儿还问你刷卡八千余 那银子简直是哗啦啦的往外流 细腻的朋友也可能注意过 现在介绍的牙科诊所啊 是一个接一个的开 按理说 现在的人们呢 刷牙肯定比以前认证的很多呀 怎么这牙齿还越来越脆弱了呢 正像只有一个 手动刷牙是不行的 因为你现在吃的东西呢 营养都很高的 想用手动牙刷吧 牙齿死角里那些个肉眼都看不到的 食物缠炸 牙齿续菌刷干净 你得掌握一套十分分手的手艺 到2020年了 为什么不实施客机之光电动牙刷呢 每天你只要定时放进嘴里面左右挪挪呢 就能达到部署八十刷牙缝的清洁效果 科学研究表明啊 生薄式电动牙刷对牙菌的清洁效果 是手动牙刷的八十三倍 华系北大口相专家的猪桌里 强调过电动牙刷的重要性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就是萌牙架的速镜电动牙刷 这可比手动的管用又省事 你只要挤上牙膏 放到嘴里 多个档位高达萨弯多次的生贝颤动速度 会吹动了软咪的刷毛 一下一下落在你的牙齿上 什么食物缠炸 细菌统统别像站在上面 而且防水功能还异常的强大 好用又耐用 价格也非常nice 作为第一次用电动牙刷的基础款 再合适不过了 与其被牙缝里牙菌折磨到牙科针所里 忍受牙齿被钻开的肉疼 和钱包被撕开的心痛 不如买一只电动牙刷 天天留下给牙齿做个死怕 最后萌牙甲还承诺 一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欢心 评论下来一天几毛钱 就能省下来上千块钱的质牙费用 买这个电动牙刷 绝对是配不了的呀 评论区还有专属的大个优惠券 数量有限抓紧领圈下蛋吧